我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0年啊 5月20 20几号了我看一下 24日啊是个星期日 今天我们先聊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的 应该是三份资料啊 其中一个是昨天晚上 饶博士啊 讲这个访盘云钱包 plus钱包的这个故事啊 那个如果打不开的话 有单独摘出来的视频啊 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份资料是刚转过来 这个链接啊 这是来自火星财经编辑的 标题叫做洗盘结束 比特币迎来最大庄家啊 是说灰度投资的啊 第三份呢 就是早晨 大家收集到的一些币的 就是移动吧 啊有五个截图 那么由龚老师把它单独的打成了一个包啊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三份材料展开 其实呢 有很多的plus的用户啊 即使是经过了这十个月啊 仍然问出一些 非常让人哭笑不得的啊笑话 比方说啊 经常有这种说法啊 那个你plus肯不就是一个钱包吗啊 有那么牛逼吗啊 他因为觉得plus token就是个普通的钱包啊 所以呢 他不太就说根本就不会啊 被这个啊 与这个央行合作等等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他目前还有案底在身啊 然后他这个问题还引伸下来就说啊 那别人也可以做一个呀 哎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啊 但是我发现这个还在多讲几遍 因为很多人啊 他对自己啊 心心念念的plus token是什么 他自己并不知道啊 并不知道 他进来的时候不了解 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进来的时候很多人 包括介绍你进来的人 他自己也不了解啊 他只是把你布局到他下面啊 赶紧开通狗了 迅速的拓展市场啊 然后去挣那个天天到账的plus币 对别的所知甚少 有些啊 爱学习爱研究的人 能看到的也是plus token之前啊 各个团队在群里面发放的那些宣传资料啊 宣传资料 对于他的内核啊 如果没有这次官网 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啊 都没有兴趣 也没有机会去了解 那我我一直想说啊 因为我以前长期啊 在二级市场啊 不管是股票啊 期货外汇啊 尤其是我当时为了解决 为什么会赔钱的这理论问题啊 作为一个散户啊 觉得自己技术就很过关了啊 可以说精通十八门五遇了 看的书都好几米了啊 后来呢 我也是碰巧碰到就结实一些啊 比我们做的成功的人啊 甚至啊 见到当年在市场叱咤风云的一些庄家 那其中一个前啊 他持有的楼盘 就在北京南三环 你出了永静门 就可以看到啊 那百中世贸商城啊 那老板当年跟我们合作啊 他当年那时我三十他四十 他就说一句话啊 你散户迟早是要赔钱的啊 你就了解庄家在做什么啊 你不同的行为 你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庄家不是说单纯的比我们钱多 甚至曾经没有广大散户钱多 只是想法不一样 然后做法不一样 确切说就是布局布的好啊 然后你就成了局中人 套中人 你就成了田里的酒菜 这些对市场的啊 真正的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啊 网上你都见不到的东西 然后再结合市场 你对他认识就不一样了啊 那碰巧遇到了 普拉斯特本钱包 我们也是从市场入手 我开口了解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百分之十几的收益率啊 这对一个稍微有点金融经验的人 都是知道这个收益率有两种可能啊 第一就是假的啊 因为他在传统金融领域不可能有啊 超过年化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收益率啊 如果有那就是资金盘 而且必然会崩盘的 那么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是真的话 那他就是一颗啊 金融原子弹 那么当时普拉斯特本 表面上介绍的说 我这是智能搬砖炼化啊 那么你如果做这个跨市场的套利啊 就是说我们叫的搬砖吧 从理论上啊 你然后你再通过这个智能机器人去操作 理论上是可以创造高收益的啊 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在这个新兴的市场 当时也有人有查询搬砖记录 没有现在查这么详细啊 证明他是有记录的啊 当时我们就彻底开始做市场 但是呢啊 官网之后呢 我们又回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啊 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造学功能 这才是核心啊 其他你完全没忽略 你把这问题解决了啊 你管他 YC判谁啊 我以前也讲过 你把陈子涵判个十年二十年 你把他枪毙了啊 照样他都肯会活了啊 就好比你现在把中本村找出来了啊 你把他点天灯啊 比特币照样好好的来 那就是说我们早晨看到这五份截图啊 一万多个以太坊呀 几百个比特币呀 从多个地址进入一个地址 或是从多个地址进入多个地址啊 这种行为啊 完全符合 plus token在以前啊 被我们查询到 或者被媒体暴露出来的行为特征 只能这么讲 说那个公安办案子的时候 有些刑事案 比方谋杀案啊 还包括以前春节期间有部电视剧 对吧 那是一个惯常的套路 比方说一个尸体啊 他永远是在某个固定的部位啊 有刀口啊 我发现一个你不知道凶手是谁 你发现两个三个 他的特征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啊 那么好了啊 如果每一次都是从不同的地址啊 画小为大 或者画大为小啊 这种转移的动作 目前为止啊 就是plus token在做 你说有没有别人跟着你照猫画虎的学啊 你逻辑上没法排除 但是 我就建议大家看那一篇啊 火星财经编辑的标题是什么新庄家产生的啊 我当时看完 觉得 这个 哎 他起这个标题吧 也就是眨眼球啊 这位所谓叫灰度投资基金啊 他是从四月二十号到五月 就是崩盘那天啊 减半那天啊 不是要崩盘 跌了一千点 五月十二号 整个在市场上买入了三万多个比特币啊 就是不到一个月买了 他总共持有了比特币三十多万了啊 这是公开的啊 可以确认的 而且灰度投资是干什么的呢啊 灰度投资就是 一个最正规的啊 按照 不是说他做正 他自称在美国是领了各种牌照 你可以从法律上说的正 我是指他的 玩的那个套路啊 操作的手法啊 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叫投资基金的做法啊 什么叫投资基金呢 就是募集来资本投入到二级市场获取收益的 最常见的我们在股票上的叫私募投资基金 或者公募投资基金啊 比方家事基金啊 如此类 这基金呢 就是你散户认购一个基金份额 然后这个钱到他那里 他用这个钱来 买股票啊 买了股票收益再分给你啊 其中有20%呢 他是留着他自己的管理费用 这是一个传统生意啊 只是 他的市场是在虚拟货币市场啊 也就是灰度基金就是向广大的散户啊 募集资金 他是在美国的呢 必然绝大多数大家给他交美元啊 告诉你我一个份额是一千美元还是两千美元 还是一万美元 你买了之后啊 我给你 进行数字货币市场的投资啊 基金 按老板的话就代课理财啊 我不懂啊 但是我想赚这块钱呢啊 你懂你是专家好 我把钱给你 到时候我只要收益就行了 中间过程我忽略 是吧 那么在二级市场上很多基金确实就是庄家啊 他充当的庄家的角色 当然我们要说庄家 你操纵市场本来就违法的啊 你不能说这个数字货币市场是没有法律 你这么做就对 也是不对的啊 将来意大利法啊 有些事情会追溯的啊 尽管法律上有个原则叫法不述既旺 但是啊 你欠下了人民的血债啊 肯定要还利啊 基金呢啊 是要接受监管的啊 因为你基金呢 是你募集来的资金是来自广大散户的啊 你不能进行啊 这种非法的谋私利的伤害投资人的行为啊 那么 陆基金啊 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市场运作的通过募集广大散户的啊 金融资金就说主要是法币吧 比方说美元来购买来投资这也不一定是购买也可能卖出呢 那投资于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一个投资机构 这样的机构呢 呃 不止这一家啊 但只是至最近的灰度投资呢 比较吸引眼球本 他被报道的比较多啊 那么他持有的三十多万枚呢 跟我们plus token比起来啊 简直是太小滴滴了啊 因为灰度投资他是公开运作的加密货币投资基金啊 他有义务 他已经在美国该领的牌照都领了是吧 他必然要接受法律的监管 他必然会定期的公布自己的财务报表 那么他持有多少币啊 投了哪些币啊 包括如果做合约的话是怎么做的 这是要公开的啊 也就是他是一个阳光下的一个庄家啊 阳光下的一头巨金 他跟plus token有 除了角色有点类似啊 只体量不同之外啊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手里的币也不是他自己的是来自于广大投资人的啊 plus token里面那么多啊 号称比特币让老博士一查都一百多万枚了 那也不是他一家的是来自于我们各位plus token投资人的 那么你从这个比特币的财富榜啊 比特币你不管他是从一到一百名还是一到一千名里面啊 你找不出第二个 论持币量能够跟plus token啊 平起平坐的机构啊 尽管啊 如日中天合理合法 接受监管的灰度投资在plus token面前啊 你不说你惭愧的低下头 你抬起头也忘不到我们的脑壳呀 是吧 你手里持有的牌多啊 你才牛逼啊 我们说这个比特币就是数字货币市场的战略资源啊 你控制不了他的发行 因为他的发行是通过采矿的去中心化式的 你买台矿机就可以啊 在他挖矿了 但是你持有多了可以控制他的流通 可以影响他的价格 这是plus token最核心的竞争力 也是别人跟他没法比的 也是他死不了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好 为什么啊 你说 有些 而且刚才这个说币移动是另外一个机构啊 我们多几个机构就越越多越好 可以互相印证 因为平时我看的 主要看币世界上 币世界主要发布的是就那个威尔拉的巨经监测啊 那个那个公司有时候就搞笑屋里头 就前天说那个来自中本村账户的50比特币 是他最早释放出来的假消息啊 他也经常报道这种 但是一 一到来真格的时候就是说从不明地址啊 多个地址啊 转移到某个地址啊 平时呢 他会讲这个是从火币出来的 那个是进入OK了 这是但是他一般不披露机构的名字啊 这应该是业内有共识的 庄家他不希望披露出自己的动静啊 就像军事调动一样 你不能说哎 38军现在已经到石家庄了 那就泄露军事机密是吧 直接打头 没含糊的 那么这个金融战场上 如果就过于透明 那大家就没法玩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即使在目前啊 除了美国他这个法律监管比较严密啊 现在很多交易所啊 我们说美国的头号几个交易所在美国证监会是领了牌照的 但是BR火币OK 他们的牌照都是在什么塞浦路斯啊 马尔他呀那些 卖牌照的国家啊 那牌照很不严肃啊 而且比方说你在马尔他里的牌照 你在中国是无效的 中国不承认你 所以他通过那种曲线式的经营啊 你买卖 你走的流量是出境了的啊 你然后中国法律要监管你说 那中国法律说不许提供买卖比特币的信息服务啊 不能提供这个啊 我没在中国提供啊 我是境外的 是这么一个回事 那么你在 从现在形成的实力上啊 你别的就比不上了 你从当初来源的时候 我们叫普拉托肯啊 从9月17号在基础道开过大会啊 从那时候呢 访盘就遍地开花 在那之前呢啊 有访盘 但是 也是悄悄的出来也没人知道 悄悄的死去也没人知道 因为他太弱小了 这个最著名的叫CT啊 Cloud Token 你看 他是有那个罗纳德 罗纳德居然啊 还被用户绑架 而且表示要怎么怎么的啊 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 闹事还是有技术专家的 他们他的技术 不是在B上啊 他不懂市场 把他玩 也不是他玩砸了 他上面的老板把他玩残废了 啊 那个老板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位叫ZC的人啊 很简单的说啊 你能拿出任何一个钱包能跟普拉索肯相提并论的吗 到现在还真没有啊 你这种持币量 用户量啊 没有啊 你现在都快一年了啊 这么长时间啊 为什么没有人做出第二款能够跟普拉索肯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呢 你自己多问一下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呢 一年时间足够你 哎 这是操作业的工作啊 不需要你创造 那好 如果有的没人访 是因为他没出 没市场 对吧 很多东西不必要访 但是普拉索肯 难道没有价值吗 因为普拉索肯里面的币是怎么来的 我们说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不是吗 我们严格的说就是披着CX的外衣做成了真正的区块链平台 对不对 当时那些访盘也是打的这种主意啊 他没有想那么长远 甚至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啊 甚至他就是低级的啊 无耻的就像沃托坤一样 给你做个外壳啊 所谓的借鉴普拉索肯的多层技术方式做了个APP 然后把大家的币就吸到了啊 他也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吸币大法啊 吸了77个亿呢 可不是吗 但是他没有那个造学功能 那个看庭审的时候啊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他就是借鉴普拉索肯的APP 做了个沃托坤的APP 那大家理不理解我们是讲的 普拉索的APP 我们这个时候说的其实他的就是他的外壳啊 就是他的计费系统啊 你发展了几层谁谁谁 然后他是占你第几层 然后到你这是按照百分之十呢 还是还是收益的百分之百呢 还是百分之十呢 然后折算成几个plusb呢 一天这么就这一套寄费系统是由王仁虎啊 陈子涵是挂名在王仁虎下的上海军藤贸易公司进行开发 由陈子涵在深圳物色的一个软件公司啊 开发了三个月啊 总支出30万左右 光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不行的呢 啊就好像你啊 造了一个lossless啊 你用最好的铁皮啊呀 也不用铁皮了用塑料也行 反正你做的比那还像啊 也有小金人你控制能懂 而你坐进去了里面放了高级的沙发 也真齐的也很高 但是你点火他开不起来 晓得吗 那个发动机不是陈子涵他们弄的啊 发动机不是的 那个发动机我们叫智能狗 那是有雷友的技术团队开发的 而且他一直在工作 这十个月都在工作啊 三天两天都在工作 他好好的啊 啊他那么牛逼 对不对 别人为啥 有些人说那那那那那那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 那弄一个吗 你弄吗 请问现在谁弄出第二个苹果了 对不对 苹果的访盘还少吗 有一个能跟苹果比吗 啊当时小米 就是抄苹果不是吗 但是苹果他的系统是自己的 苹果的系统叫啥 这IO什么东西啊 我没用过苹果机 目前用的智能手机 是吧 我们除了苹果之外 那就是安卓手机啊 安卓手机的操作系统 那是谷歌公司开发的啊 他叫安卓公司 后来被谷歌收购了 这里有一句老话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啊 中国人说的啊 文无第一 就吹牛逼啊 没有老大 对不对 比傅老师能吹针太多太多了 但是武第二 武呢是狭义的讲是打战啊 比方那个张伟丽啪啪啪三拳 就把任何人打倒了 你不服你上去打呀 对不对 没有老啊 只有老大 技术是一样一样的啊 请务必尊重技术人员 我们说的这个技术是专有技术啊 不是说你会开车 我也有执照的吗 我也有技术啊 我比你高 那个没有任何寒 没有意义啊 你开车你就开滴滴好了啊 你在这个层面上 在搬砖量化也好 做合约也好 做装也好 我成绩单放这了 是吧 我一百多万个比特币啊 我两千六百三十万枚柚子 对不对 我一千将近一千八百万枚以太坊了 啊 你都给查啊 你再怎么低 你再怎么诋毁 我东西搁着了 怎么样吧 啊 你本事你拿出来 没有拿不出来 就别逼逼了 对不对 啊 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分享的标题啊 用用孙子兵法他们一句话着上兵伐谋啊 对不对 功臣次之啊 就好比啊 我们广大用户进入币圈啊 两部分人一部分以前是做盘子的啊 反正开通了天天收钱啊 或者锁仓释放释放 释放完了几倍了 然后就把这个复制下去啊 也不管他是真是假 是死是活啊 撞大运啊 撞着了就挣着了 撞不着拉倒继续搞 从来没思考过这个市场是怎么样子的 爱一小部分人从交易市场过来的啊 就是玩币的啊 主要就是炒币炒合约的啊 他就是散户 他从来没有研究过 庄家是怎么玩的啊 一般庄家怎么大庄家怎么玩的 布局者是怎么布局的 赔钱赔多了之后 你发现总是被庄家收割啊 就老板说 这为什么受伤总是 我为什么总是被算计 那你研究一下算计的人是在做什么 他怎么做的 又没有体格 又没有武器 也没智商 就一个送死的决心 那不好 那市场太欢迎你了啊 因为你倒下了还有无数个像你一样的人 对 你要是能左右这个市场 能控制这个市场 你不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吗 这是个简单的尝试是吧 很多散户 他还懂这个道理 但是你想想 我没本钱 我没这个没那个啊 我算了 还当当散户吧 散户是最容易受伤的 因为你在市场 这属于一个被动的角色 你注定了就是被收割的啊 市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这就是个战场 回头讲啊 我们讲的传统金融市场 我们说控制这个市场的大佬 比方说啊 就是华尔街啊 华尔街是美国纽约的一条街啊 他的名字叫Wall Street啊 本来是一堵墙 老美的当时也没文化 取名叫强街啊 后来呢 中国人翻译的是因为 Wall War 找了个对应的中国人叫华尔啊 因为美国人有叫华尔的 中国大中华吧 觉得挺高档的 这华尔街这么叫开了 那地方主要很多金融机构啊 人们在表达的是通常就这三个字 代表美国金融核心啊 是这么回事 说传统金融市场啊 美联储啊 什么高盛啊 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机构 控制着市场 那中国呢 中国是有特色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市场啊 给大家讲过啊 你要是在中国正 想在这个市场上啊 过得好一点 不是天天被收割 你要往上走的话 你应该知道市场的层级啊 中间的一层才是各种券商啊 中信证券平安证券啊 券商也分三六九等啊 有央企一节的地方的还全国性的那些没爹没娘的叫全国性建商 有几十家 他们都是有正规牌照的 但是能力不一样 最牛逼的啊 叫中金公司啊 中金公司来自于建商银行跟美国头号券商叫摩根啊 曾经合资合资的企业叫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啊 后来也是合作了二十年之后 中国人把把里面倒到全学会了 把老外有弄出去 弄出去之后 他开始为老百姓服务以前根本老百姓就不止有这个公司 但是这个公司的首任董事长叫朱云来啊 朱云来有个父亲 是在十几年前担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很高 OK 这是一个中间层级啊 都不算大佬的啊 真正的大佬在哪 啊 往上一级啊 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保监会 银监会 郭资委啊 在网上 我们就不能说到上面了 对不对 你可以很自豪的说我的妈在股市上赔了这么多钱 我都支援国家建设了 确确实实 你真的支援国家建设 你赔的钱就进入了人民群众的药包里面去了啊 进入了国家了 数字货币是世界呢 他现在属于 一个 混沌初开吧 盘古开天地 天下没有大王的时代 大家都想当这个王的时代 你没有这个野心 也就罢了 但你不能否认啊 这个世界从来是一些有野心的人带领着广大的韭菜 往前运作的 如果我们从发明比特币啊 然后 没人搞出以太坊 然后有了ICU 然后他形成市场啊 有了各种交易所之后 他就开始有人在打他的主意了啊 这本和末的关系 很多人 我在监闭圈里面 很多人想法很搞笑 我买了十几个币 有的币 我听了没听说过 老子看这币 我说你把比特币研究好 就万幸了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才十年的历史啊 只有得到半拉子承认的 也就是比特币啊 在网上应凑也凑个以太坊 半拉子柚子 其他的你看他干嘛 风险太高啊 风险太高 你是用投机的心态 哎呦我买多几个 就好像那个买彩票一样 多几个号 是不是多几个中奖率啊 那你想想你多几个赔钱的概率 同样的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 那么讲 这就是大众啊 大众心理 就是赔钱心理啊 必然走向破产之路的一种思维 这个新兴市场 而且是啊 那么区块链被认为是改变人类未来的技术 那首先是技术 为什么这个技术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他可以跟电子计算机 内容机啊 这些相提并论呢 因为他 由技术的变 技术本来是生产力层次的 他直接影响到生产关系 我们讲生产关系 就是上层建筑啊 他是从货币作为窃入口啊 货币有多重要啊 这个都不用讲了 我们讲货币 我们一讲钱 大家都知道 钱是很重要 钱怎么来的 你平时的钱怎么来的啊 如果你没有进入币圈之后 你需要知道什么叫央行吗 现在有些人不知道 中国没有一个银行叫央行呀 也没有叫中央银行呀 对了 他从他职能来讲的啊 在中国他的名字叫中国人民银行 在英国他的名字叫苏格兰银行 有些国家比较日本 他叫中央银行 但他所有的职能都是一样的 就掌管货币的发行 还有利率的高低 这国家的央行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王国家就是啊 他有职 有国务院直接管理 他请注意央行不是银行 他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啊 那么美国的央行他都不是政府管 美国的央行叫联邦储备银行啊 他上面还叫联邦储备委员会 他的决策机构 决策机构啊 大概是六个人 那么有部分人是由政府任命 但任命之后他就不听政府的了 美国是三权分类的啊 不是说我政府任命了 你就都听我的 不是这样的 包括美国的那个大法官啊 总统点名 点名之后他去谈谈总统的时候 你只能让他上台 你不让他下台 下台是另外一批人的批准的 那么你货币是一个 是一个金融世界正常运转的一个基石 你比特币把货币都改变了啊 你不是要命吗 那么现在形成市场了 市场里总得有人说了算了 你有谁说了算 你显然政府是没法说了算 你比特币就是脱离了政府监管的啊 他叫去中心化的比特币目前正各国政府拿他没办法啊 除非全世界停电啊是这么说的 你看中国马上说你挖矿是违法的 然后矿主会搬到非洲去挖对吧 你非洲不让挖了我到南美都去挖地球大的呢 不可能大家统一的剪灭比特币 因为世界各个国家本来就是互相在拆台的过程啊 现在大家看到了吧啊 有人支持的另一批人绝对是反对的 这个市场需不需要老大 不管了需不需要 肯定有人想赞老大 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我控制了整个市场 我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割韭菜啊 那么我说现在啊 这个灰度投资啊 被吹捧为所谓的新庄家 只能是让我们普拉斯可能笑一笑 那普拉斯 他的角色就是啊 每种主流币 他都是老大啊 持有量啊 就实力在这放着啊 那其实数字货币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啊 真正能够操购市场的 叫泰达啊 泰达是 通过在这里面放水 他放的USDT 我们的USDT 名义上是绑定美元 其实是没有的 这很可怕 但是他他就通过 发行USDT啊 对比特币进行啊 拉抬抛线等等动作啊 那普拉斯奥肯用他的这个USDT啊 作为搬砖的一个中间结算币 那么现在也扩展到其他的币啊 要不谁跟大家分析过 这属于群雄逐鹿啊 争霸器 数字货币市场的争霸器 但是大王基本上就这几家了 你说这个普拉斯奥克你不光是技术上做不出来 那个造血功能啊 如果能做得出来也不会 你说这仿盘一个个的就什么出息啊 你看那个撒币钱包啊 还没讲到CT 摩托肯的算做得好的就这样了啊 都没有一点点技术 就纯日骗子 你说这个东西不重要 我说也没人学 那不对吧 那太重要了 那那怎么对 那那最后一个结论 你不得不诚挚 他的技术就是你学不来的 你没有的啊 你得认 你说啊 普拉斯奥克的名义上是个钱包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钱包 他的技术别人比不上 而且凭借这个技术 他现在在这个在这个圈内啊 已经奠定了一个无法撼动的霸主的地位 而且他非常低调 做得非常隐蔽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要把这个币的地址换来换去啊 做中都明白 要搞很多个账户 让你查也查不到 跟也跟不到 我就把事办完了啊 这是金融界大佬的做事风格 这是一个专业职业的啊 好内人都懂 而且啊 我们看到杨博士前两天分享视频也讲过 尽管区块链是公开透明可追溯的 但是 还是有一张无形的大手在后面 似乎在主导的一切 比如说 有些地址你居然是跟踪不到 你在浏览器上他不显露了 你自己想想为什么 这都是市场里面的主角办的啊 不是哪个国家的政府要求的啊 这个市场之所以这么被人看好啊 就是因为啊 他从现有的被华尔街控制的整个金融系统里面啊 自己搞出了离款 现在所谓的监管啊 只能在传统的金融框架质的事情监管呀 对吧 我管不了你 你买币卖币 我管不了 但我可以控制你银行账户啊 对不对 你火币上的账户啊 我一直公安上个查封令 就可以查封 就可以冻结 他是通过这个入口来管理的 什么叫KYC啊 就是进行实名登记 KYC英文原本 know your customs啊 就了解你的客户啊 在我们中国 把它理解成就是做实名认证嘛 你注册火币也好 OK也好 你注册成为他用户 你肯定要进行实名认证 不然你就没有交易资格 这个就跟现实的司法机关就显成联系了 你一旦犯事了 这个就把你摸着了 那些暗网的私图之路什么的 那上面就没有人 那没法控制啊 没有做实名认证啊 那是灰色地带 那监管的理由 帝国主义啊 冠冕堂皇的理由 全世界也接受啊 就是加密货币啊 你看他用到洗钱啊 反恐融资啊 还有这个 黑社会交易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监管 没错监管 那中国现在还没动作呢 啊 这个值得期待啊 这可能这方面是必须要监管的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利 啊 全 各国都达成共识啊 这个比特币容易被用来干坏事啊 现在能想着的招就是进行KYC KYC 社交就是你 你的比 你的 加密货币跟现实社会的法币 发生来往的时候 他从这个口子能来管你 你一直是币的话 保持在匿名隐身状态的话 基本上拿你没招 讲到这就不能再继续往下讲了 好吧 这附带讲 我那两个币圈 根本不是大家家炒币的 是想跟大家一个 传达一个市场的基本观念啊 让你炒多了 你自己就知道 你永远就挣不到钱的 不是说你不懂技术 你懂技术反而赔的更快 你辛辛苦挣三五天钱 赶不上他一个砸盘 三五天钱砸下去 你又洗白了 你就不想想 你钱赔给谁了 对不对 你赔给谁了 你认识他一些 看他怎么玩的 你知道人家怎么把你玩死的 你就会 引以为戒 你别别在人家的枪口下 你不就活得好一点吗 遗憾的是没有人怎么想 天天还研究 这根k线啥意思 那个均线什么指标呢 那不就找死吧 这个市场是个新生市场啊 目前群龙争霸 普拉托肯已经占据上席 大家不要妄自非多啊 孙泽民法是一个中国古老的经典 里边的智慧太多了 所以就说少不读兵书啊 那读的人就学坏了啊 是吧 还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吗 你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啊 你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贪心的小白啊 那笔子你对自己的钱包也不了解啊 对别的更不了解更多了 所以这十个月你都在这种状态下过来 看起来可怜又可笑 你不 你现在我告诉你坐在一个金山上 你别哭了 这是金山吗 这个 这不是黄 黄灿灿的不一定的黄金啊 也许是大便的 你就是这么想的啊 因为你脑子的就是那东西 没辙 今天啊 请大家简单的聊这些啊 还是祝大家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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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